嗨,大家好,我是张瑶 今天呢,想开始之前先跟大家做一个这个请求吧 就是如果大家方便的话 麻烦大家多跑一跑我的这个视频 我的视频里面的这个广告 因为可能大家也看到我抱怨 就是我也有视频被黄标了 就是我聊那个拜登的这个团队的新成员的那个视频 那如果大家方便的话呢,就拜托大家 那今天呢,是因为这个我所在的这个魁北克省 开始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越来越严重 所以就开始这个封城 所以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吧 再来聊一聊这个台湾 就是我双十的时候有做过一个视频 聊我为什么喜欢台湾 那今天呢,也想就是再去聊一聊说 我为什么喜欢蔡英文总统 那先说一下魁省的状况 魁省大概是有八百万人左右吧 大概相当于台湾三分之一的这个人口 那魁省第一波疫情的时候呢 其实就封过城 那这一次封城呢 主要比较,应该说比较可怜吧 魁省的民众很可怜 是因为他刚好是在圣诞和元旦的时候封城 那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西方人的圣诞和元旦 其实就相当于中国人的这个过年嘛 是他们应该说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而且是两个节日 两个节日 结果就封城之后呢 是完全禁止私人聚会的 就是只有一个特例 就是说你如果是独居的人 那么他考虑到你的这个心理状态 这个抑郁啊 包括这个自杀率 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武汉肺炎期间 其他各国的这个抑郁啊 自杀率都有很高的这个上涨 包括家庭暴力 就是大家情绪失控啊 所以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抑郁和这个自杀的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是独居的话 那么你可以跟你另外一个就是户头的人 就是另外一家人 但是他必须是这家人是生活在同一个地址里面的一家人 那么这个可以进行交往 这是唯一的一个例外 那当然你哪怕就是可能有人就觉得 那我干脆在户外交流行不行 就是姑且不论 就是现在魁省室外的温度应该在零下十几二十度左右 就是哪怕你可以克服这个寒冷 就是他在户外他也有人数限制 就是魁省的户外人数不得超过八个人 八个人 那所以说就是想要说在户外进行家庭聚会 这一点也完全不现实 基本上就是说 这一今年过节的话 魁省应该只能是 就是远程 远程家庭聚会了 应该没有任何你进行真正的这个家庭聚会的这个可能 那当然就是所有的非必要的商业就全部都关掉了 不准开就是像餐馆只允许外卖 像这些什么书店呀 购物中心呀 这个这个所有的美就是剪头发呀 所有的服务通通关闭 那正常的这个商就是就是公司吧 你能够这个远程上班的人就远程上班 不能远程上班的人那你就只能关掉 除非你是这个必要的 这个这个essential的这个business 就是必要的这个商业 比如说这个食品呀 或者是医疗啊这方面的 那你像哪怕比如说像好市多呀 沃尔玛这些 他虽然仍然开这些超市啊什么的 还开因为他卖这个 就是基本需要的这些东西嘛 但是他的也只有 你只能去哪儿卖基本需要的这些东西 你可以买食物呀 可以买这个医疗用品呀 可以买卫生用品呀这些东西 但是你仍然不能买任何不是非必要的东西 因为如果你在那儿买的话 那就对这些个就是比如说购物中心啊 或者是街上普通的这个店面 他被迫关停 那对他们来说的话就不公平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我觉得台湾人其实可能 就是说是在武汉肺炎刚开始的时候 还可能还紧张过一段时间吧 但是现在应该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所以大家可能不太意识得到 就是说在台湾之外的这个世界是个多么的这个水深火热的一个状况 那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魁省第一个接种这个武汉肺炎疫苗的这个一位老太太 她是89岁 她是住在魁省的这个老人院里面 那么她就她本人就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就说她身边就已经死了八个人了 大家当然就说她是老年人 那所以她的朋友肯定也是在一老年人居多 就所以她的死亡率当然要很高 就说就是说这是很就说很可以想象到的一个状况 但是大家想一下就是说一个普通的住在老人院的这个老人 她身边就有就是认识的人中就有八个人去死亡 就所以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严重非常可怕的一个状况 那你像魁省在这个时候 她就说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这个lockdown 其实主要是因为说魁省的医疗已经快要崩溃了 因为魁省的这个由于武汉肺炎住院的人数呢 已经接近1000人了 那么1000人基本上就是魁省的医院所能够承受的武汉肺炎的患者的最高值 就是只要超如果超过1000人的话 那么魁省的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医院就会崩盘 那大家都知道一旦医院崩盘那就完了 因为她就会在院内感染啊什么那些八糟就全都出来了 那就那就更完了 所以说所以说就是说尽管在这个圣诞节和元旦 魁省做出这个就是说lockdown的这个决策 其实基本上她也没有面临特别大的一种反弹 因为人们都知道就是说就是如果不关停的话 就完了就真的完了 所以就就没有办法 所以这可能应该是就是说是第一次就是人们圣诞节元旦 没有办法正常过节就只能通过视频啊这样子去聚会 非常非常非常惨的一个状况 那之前双十的时候我做过一个视频就说我为什么喜欢台湾 那今天也借着这个就是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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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肺炎里面台湾的这种非常好的这个表现吧 也借着这个也来聊一聊蔡英文总统 因为最近蔡英文总统也出现在就世界各国的这个媒体上面 很多版面就是他当然防疫上的表现 那么也也是也当然跟这个中美关系世界形势的变化 包括他对于中国的这个态度都有关 但是我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吧 我来跟大家聊一下就说蔡英文总统他感动我 就是真正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受震动的三件事情吧 那么第一件事情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 就是2012年的这个败选败选的这个演讲 那台湾人大部分我觉得看我这个频道台湾人肯定都有看过了 但是如果是中国人的话 那么我真的很推荐很推荐中国人也去看一看 我觉得中国人中国人一定如果你是大就是大家是 秉持着一个就是说是功利的心态 就是功运的去看蔡英文的这个演讲 不要去受这个中国的媒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攻击和抹黑的这个影响的话 我相信大家任何人都能从这个演讲中得到一点 得到一点勇气和力量吧 真的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充满勇气和力量的一件事情 因为就是他说的这些话其实我觉得就说应该说是很多人都会说很多人都在说 比如说他说就说希望大家不要就说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放弃 就说就是台湾需要反对党 他说就是我们你现在可以哭泣 但是但是明天起来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带着就是过去四年中的勇气 我们心中充满了希望 其实这些话其实我想的话可能很多很多人都会说 但是我觉得当时让我非常非常非常受震动的是他的那种态度和表情 就是他的态度和表情就是他没有眼泪你知道吗 就是他没有眼泪他没有怨分没有甚至都没有失落没有那么强烈的失落 可能有一点点失落但他没有他表现出来 就是就是我有一次跟家人开玩笑 我说你如果把这个音音音频关掉 你就是看他说话的话你会以为他在讲圣选感言 我真的不开玩笑就是大家如果可以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他的表情 就你你如果完全不看他在说什么的话 你真的会以为他在发表圣选感言 他的他的情绪和状态真的就是平稳到了这个程度 那么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的平稳 我相信就是像他自己说的 他可能他对他的支持者们当时在台下就是哭得非常惨的这些支持者们 他说你们明天起来心中充满了希望 但是我相信对于蔡英文总统本人而言 他那一刻心中也充满了希望 就是他他心里面一定没有那么多的怨恨 愤恨愤怒不满 失落沮丧 没有他的确没有这些这样的这种这些情感 他那时候心里面一定也充满了希望 勇气 信任 爱这样的情感 他才能够他才能够保持住那样的状态和风度 那我就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当时那个他说他要辞去民进党党主席职位嘛 因为他要这个就是他败选了嘛 他要承担这个败败选的责任 就底下的人就开始啊就开始嚷啊或者是吹这个喇叭啊什么的 然后然后就打断他了嘛 所以他到最后就是他被打断之后他就反复他想开他下一句话 就说是他下一句话开头是我相信 然后说我相信 然后底下打断啊又呜呜呜呜开始吹 然后然后再说我相信 底下还吹 然后又我相信 他连续说了三次的我相信 然后这个话才能继续往下走 但是他在这中间的时候他就笑了你知道吗 就是他就笑了 那种那种笑容就是充满着那种包容的那种温柔的 一种就好像说哎就好像是那种就好像就好像看到一个哎就好像真的就像我觉得就好像看到一个小孩子很伤心 然后你就你就哎你就对他微笑然后抱抱他就是那种感觉真的就是那种感觉 我不能说是充满了母亲但他充满了充满了温柔和包容的那样一种微笑 就是要好像说哎呀就这样就笑了哎我我我那个时候我真的那是那是我第一次觉得 就是说一个人他面对失败他还能够站起来这是很正常的就是很多人都遭遇很大的失败 然后他重整旗鼓站起来但是蔡英文让我震惊了就是说他在遭遇失败的这个当下 他内心中他的负面的那个情感没有那么的多我相信他背地里他不可能不失望他不可能不沮丧他不可能一点都不愤怒 但是他这些情感全部都都沉添下去了他到最后他浮在他内心深处他最深处他的最重要的情感 仍然归依在了这个希望勇气爱信任 这是我觉得他他让我震惊的一个地方 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那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那个黑鹰直升机失事 这个台湾的参谋总长沈一鸣将军他不幸跟其他的七名这个同仁吧不幸殉职 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话呢当时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是蔡英文他当时说那我就去要接续完成沈一鸣 参谋总长的这个任务我要去把他要没做完的这件事情给他做完 那他就去了这个地方叫做这个宜兰的这个空军的这个雷达站 那然后他去了之后呢他就对这个官兵的时候就说说 说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总统总统永远都会照顾国军的弟兄姊妹 我那个时候也觉得好感动 就是大家知道宜兰的这个空军的这个雷达站有多少个人吗 就是40个人 40个人 40个官兵 那大家就是我跟可能台湾人当然知道 那如果是有就说中国人看的话 那么就说参谋总长这个位置其实不是一般的位置 他就说可能很多中国人听到参谋长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有实权的一个位置 因为在中国的这个电影啊或者电视剧里面这个参谋长好像是一个这个辅助类的职位 有点像什么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出出主意那一类的就像参谋啊什么的那个军师那个感觉的位置 但是其实不是 在台湾的话就是他应该是如果我说错的话台湾人去麻烦提醒我 就是他应该是就是在台湾的 就是说是真真正正的军职里面的最高的最高的这个官员 就是当然就说蔡英文总统是三军统帅 但他是政治的一个就是一个就是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人物 他是主要是政治的 那国防总长就是国防部的这个部长吧 他也算是一个就是主要是偏政治的就是在政府内部的这样一个官员 那么真真正正就是军人的最高就是最高在军就是在军队这个系统内里面的应该就是参谋总长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在就是新年的时候要去慰问 那就是坐着直升机的时候那由于天后变化呀 还有这个可能是这个这个这个应变的时候可能还是出了一些问题 那不幸就是说是八个人八八个人就是高到了这样的一个参谋总长这样的一个位置都在其中 那不幸殉职之后之后就是就是当大家都知道就是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共产党干的 就就就就其实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共产党是不是共产党干的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然后就算不是共产党干的那共产党会不会在台海生事 是不是共产党会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是不是我我这个这个时候台湾一定是面临动荡人心不稳对吧 蔡英文你有没有本事能够能够把这个状把这个国家给撑起来 那么我中国这个时候是不是我趁虚而入 就是就是当然还有这个沈一鸣总长的他的他的他的 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些这七个人的他的家人 他的他的那种悲痛之情军队的这种悲痛之情 民众的悲痛之情 那么就在所有的这一切台海的局势政治的风云 然后家人的这种痛苦 这种国家的这一种台湾整个民众的这种震惊 就在这一切都在这的时候 蔡英文蔡英文他想到了这 这个这个雷达站的这40个人 这个让我感动 我眼皮子很浅 所以我就觉得蔡英文总统他可以不哭 简直是太了不起了 因为我真的没办法 我是真的没办法的那一种人 就是我就觉得一个总统吧 你就说你把所有的国家大事放在心上 这个这个很正常对吧 这个很正常这是应该的对不对 但是你就说你能想到这个小小的 在你的这个语意下面可能非常非常的就是不显眼不起眼的这样的一点点 你也可以想得到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地方 嗯 然后 然后第三件事情 就是他当时就是 其实大家现在就是共产党的这个军机啊 就天天的去台湾 就是这个过中线 可能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那么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就是他开始的时候 就是军机特别的频繁 其实是9月中旬 那个时候那个 那个那个 美国的这个国务卿次卿 这个克拉奇访台 那个时候整个局势就瞬间就开始升温 然后我就记得 我记得特别清楚 就9月18号那天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飞过来18架军机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看台湾的哪一个政论节目 然后里面就说 哦18号他来18架 是不是19号要来19架 20号要来20架 就当时当时是那个样子 当时你就是 就是当然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 他就慢慢慢慢的就缓和下来了嘛 他就他也没有真的要动武的这个意图 就是他还他没有 但是当时你不知道吗 那当时你怎么会知道 他是要怎样的 所以当时那个节目里面都说 是不是要越演越烈 18号那天呢 他们就国防 中国的国防部出来开记者会 说要这个在台海进行军事演习 而且是实弹的军事演习 实弹的军事演习 那么大家都知道 就是好多战争都是从 都是都是他开始假装要军事演习 然后他军队集结 实弹 然后这个时候他假装的时候 我一个炮弹打歪了 对不对 怎么怎么样 就是军事就是战争就开始 其实大家都知道嘛 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当时 我也蛮紧张的 其实那时候我都蛮紧张 那 呃呃呃呃 9月22号的时候 呃蔡英文去了哪里 蔡英文去了澎湖 那么就说呃就是我 因为对台湾的地理很不熟 就我我当时查了一下 我发现说哦原来澎湖离台海中线很近 就是呃台湾的本岛飞到台海中线好像是要15分钟 那台湾的这个澎湖飞到台海中线只用10分钟 所以大家能看到就是他其实就是他应该说是在台湾到呃台海中线的三分之一的这个距离 他就离台海中线就蛮近了 他跑到澎湖去 他为什么要去澎湖 他为什么要去澎湖 当时我一看到他去澎湖我心里就很感动 因为我就知道说他其实是在说哦就是我看到好多西方的那种媒体就在那里说什么啊 呃如果中国攻击金马呀什么的呃就是金马澎湖啊什么的呃台湾会不会就是放弃金马 哎呀我当时就觉得说如果蔡英文当那个时候还是中华民国的总统的话 蔡英文绝不可能放弃金马绝不可能放弃澎湖绝不可能放弃台湾的一寸领土 这个这个我就觉得说我我不是台湾人 我是台我就说我不是台湾人我是中国人我也是加拿大人 我不是台湾人但是我敢说这样的话我敢说这样的话 我说我我相信蔡英文只要他还是一天中华民国的总统 他不他不会放弃台湾的一寸领土 那呃呃所以说你中国不是要在台海要搞军事演习吗 你不是要这个18号飞来18架吗 那么我蔡英文我三军统帅我总统我就去澎湖 我离台海中线更近的地方我去那里 然后我对你说什么呢我对你说说中华民国的空军 怎么可以让这个这个敌人在我们头上耀武扬威 那这个话是谁说的呢是高志航说的 那中国人啊不知道高志航中国人不知道高志航 就是或者至少绝对都是中国人不知道高志航高志航 如果中国人看到这里的话那么我真的请你去搜索一下高志航是什么人 高志航是第一个打下日本军机的人 他是中国历史就是整个中国抗战中第一个打下日本军机的人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而我们中国人不知道他我们中国人没人知道他 因为他是中华民国的空军 因为他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军 因为他是中华民国的空军 所以我们中国人都不配都不允许知道说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英雄打下了日本的第一架飞机 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他他的就是他他他他他的他2012年的败选 让我知道他的就是他的他内心的这个坚强勇气和这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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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未来的这种希望 那他在就是黑鹰失事的时候他让我知道他的这种这种就是他去他对于弱小的人他对于少数的人的这一种关怀和这种他不忘记他们不遗忘他们 那他在去澎湖的时候让我知道说就是说你来欺负我的时候 你来整我的时候你你你你你来试试就是这样 说你来试试这样 所以说就说其实我觉得我我真的我觉得蔡英文总统能够生在台湾是就是是我觉得是命运吧 是命运给台湾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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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果吧 但是命运我觉得台湾受了很大的苦吃过很多的亏在这个世界上有过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就是不幸 但是命运呢就好像说命运为了你一碗药 但是命运还给了你一颗糖 那2020年呢那个蔡英文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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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运给台湾的一颗糖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吧 那就像我说的如果方便的话请大家多跑一跑我的这个广告 那喜欢的话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分享 那大家下次再聊 拜拜